让我们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11月8号上午10时 洛杉矶桥界在阿罕波拉市中华殡仪馆 为田文英举办了追思告别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代双名 领桥处主任汤长安 桥物领事何名 田文英的家属亲友及桥团各界人士 近200人参加了追思活动 田文英生前担任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常务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在桥界积极奉献 为促进中美友好交流 推动桥团健康发展 树立华人华侨良好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积累了良好的人脉和口碑 他的不幸事事 对桥界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次活动由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共同会长徐晓峰主持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介绍了田文英的生平事迹 田文英的先生 著名企业家梁君 田文英的女儿梁子彤 代表家属 申请回忆妻子和母亲的历历往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深切缅怀了田文英对桥团所做的贡献 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小雍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创会会长黄慧珍 代理会长钟学正 好友美中工商联合会会长张勇 洛杉矶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刘洋林等 也追忆了与田文英的友情 以及他优秀的品格 南加州桥界为田文英女士组织了赤丧委员会 沉痛悼念田文英不幸此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联合会前秘书长潘基文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夫妇 北京市海外交流协会 江苏省桥连 江苏省桥办 江苏省工商联 江苏省桥商总会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美国江苏总商会 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世界粤减辽华人团体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谊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 美国英龙传媒等巴士多家单位 社团和个人 赠送了花圈花篮 众多单位发来宴殿 表达缅怀之情 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叶索脑 八十十五审